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怕他 也也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主啊为什么要向他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困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动摇到海心 其中的水虽不扶翻腾 山虽海涨而战斗 我们也不害怕 时候到了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靠着圣灵 随时都帮祷告 祈求 不住的祷告 阿们 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赞美你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寻求仰望你 你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占 无所不能的神 唯有你的话 是不变的真理 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许多时候 我们只在礼拜天聚会时 听听到 翻开圣经 平时忽略倾听您的话 恳求你赦免我们无知和亏欠 天父阿 我们是您的孩子 是你在万民中拣选排取出来 使我们能够认识你 并且赐给我们的权柄 能够随时随地的 向您祈求祷告 恳求你是给我们信心 来面对各种环境 不是整天哀声叹气 也不是消极逃避 而是积极面对和得胜 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 我们有了你 就有了盼望 依靠你就有力量 你是应当称颂的 并没有推却 你并没有推却我们的祷告 也没有叫我们 叫我们离开 也没有叫你的慈爱 离开我们 你是应当称颂的 再一次阿里路亚 感谢赞美你的慈爱和恩典 我们的同心合一的祷告 乃是奉我主基督得胜名求 阿们